本地非盈利组织人人家园首次举办 名为边走边捡徒步环保的大型活动 600名志愿者沿着10条路线 走入4个邻里社区清理垃圾 一天内捡起的垃圾总量多达300公斤 纸巾、塑料瓶 志愿者在红帽桥、碧山、马林蒙和石龙岗的邻里社区 捡起大大小小的垃圾 用自己的行动为保持社区环境整洁出一份力 我国每年制造约800万吨垃圾 相当于50多万辆双层巴士的重量 出席活动的环境级水源部长马善高 鼓励国人尽一份力减少垃圾 志愿者也可参与座谈会和工作方 学习升级再造和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